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本周的正道经文 生命纪十八章十五至二十节 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 你们要听从他 正如你在和列山大会的日子 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 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 我神的声音 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 免得我死亡 耶和华就对我说 他们所说的是 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 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 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 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 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 我必讨谁的罪 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 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 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 那先知就必至此 格林多前书八章一至十三节 论到既偶像之物 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 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 按他所当知道的 他仍是不知道 若有人爱神 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论到吃既偶像之物 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 也知道神只有一位 再没有别的神 虽有称为神的 或在天或在地 就如那许多的神 许多的主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 就是父 万物都本于他 我们也归于他 并有一位主 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 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 有人到如今因败惯了偶像 就以为所吃的是既偶像之物 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 也就污秽了 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 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 吃也无益 只是你们要谨慎 恐怕你们这自由 竟成了那软弱人的 绊脚石 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 在偶像的庙里作息 这人的良心 若是软弱 岂不放胆去吃那 既偶像之物吗 因此 基督为他死的那 软弱弟兄 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 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 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 就是得罪基督 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 我就永远不吃肉 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 李杰仁牧师 本周正道经文 马可福音第一章 21-28节和合本 到了加百农 耶稣就在安息日 进了会堂教训人 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 正像有权柄的人 不像文士 在会堂里 有一个人被误鬼附着 他喊叫说 拿撒勒人耶稣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来灭我们吗 我知道你是谁 乃是神的圣者 耶稣责备他说 不要作声 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乌鬼叫那人 抽了一阵风 大声喊叫 就出来了 众人都惊讶 以至彼此对问说 这是什么事 是个新道理啊 他用权柄 吩咐乌鬼 连乌鬼也听从了他 耶稣的名声 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 好 弟兄姐妹 主日平安 今天的讲题是 神圣的能力 那我上一堂 刚刚讲完下来的时候 就有几位姊妹 上来找我 跟我聊 关于他们一些 属灵的经验 因为他们发现 有很多是有 比如说民间宗教背景的 比如道教 拜过拜 道教又拜过佛教 又有其他民间宗教 后来他信了耶稣之后 他发现在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当中 他的生命当中 还有很多挣扎 即便他信了耶稣 心中有了圣灵 他相信耶稣基督 是掌王权居守卫 在生命中 但是他还是发现 他常常被邪灵搅扰 甚至会陷入到一种 非常混乱的境地 那到底基督徒 有没有可能被鬼附呢 那这个事情 可能对很多我们 有理性思维的人 特别是搞IT的 搞科学的 我们中间有在城市里面 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社会 你不太容易看到神迹 但是如果你去到农村 你去试试看 你真的会发现碰到 太上老君的干儿子 我跟你说 你真的会看到 有很多黑暗的船市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横行霸道 所以那么基督徒 到底有没有可能被鬼附呢 有些人认为可能的 因为什么 因为说说 人若犯罪是行在黑暗当中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但是如果你还在罪恶当中生活 你会被黑暗权势所搅扰 那你就会常常什么 在魔鬼的权势当中 被控制被影响 甚至什么 你的心智被夺去 所以呢 约翰福音一章三节 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 犯罪的是属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书就是犯罪的 特别是像尼弟兄 尼托森他曾经指出 他说即使是圣徒 即使是这个圣徒指的是基督徒 不是说他完全圣洁的意思 圣徒这个词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 指的就是 如果你重生的就信靠耶稣基督 你就是圣徒 他说即使是一个圣徒 即使是一个完全奉献的圣徒 他说也有可能是被邪灵赋的 因为圣徒在许多的时候不知不觉 就做了邪灵要做他都做的事情 因为他们背负的程度可能不同 所以有的时候就显出 被魔鬼常常很强的影响到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 我上一次我就讲到 我相信你们看我 都不是那种神叨叨的人 对不对 是不是 我们弟兄可以见证 我即使喝很多杯 也不会神叨叨 对不对 我也相信我不是 但是我跟你说 我真的碰过这样的基督徒 我也真的碰过 在我实际的生活当中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有些人是有精神病的 但是有些人是被鬼附的 精神病患者跟鬼附是不一样的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即使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 你会发现在灵里面 你被一种另外一种势力所控制 另外一种势力所控制 所以 所以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即使你在神学院 今天我们上一堂 我们有一位姊妹 我们感谢上帝 他去了美国读书 读了四年 差不多三四年 感谢主他回来了 他愿意 他觉得上帝要继续回来 带领他走十字架的道路 他回来 但是在前几年 我在跟他的接触当中 跟他网络远程的交通当中 他说今天在神学院里面 你会发现很多人去了神学院 他不愿意出来做牧师了 很多人去了神学院之后 他的信心出现很大的问题了 美国一个很指标性的神学院 很著名的神学院 名字我们就不敢提了都已经 所以你就说 你有时候在神学院里面 你会发现 会有邪灵横行的霸道 你怎么可能呢 我告诉你完全可能的 因为有一个牧师 在菲律宾的一个牧师 他在神学院里教书的时候 他就发现在一个课堂当中 有一天他觉得很软弱 因为这个力量 好像有一股非基督教信仰的力量 很强大的在影响他们的讲课的时候 他就说奉耶稣基督的名 你给我显示出来 那个牧师就说 你为什么就指这个魔鬼 你为什么在神学院里面 你既然在课堂上 那个魔鬼说 因为在这里很舒服 在神学院里面很舒服 他说 因为他说我跑到神学院里面 我可以把世界上的思想带进来 来影响这些学生们 所以他们出来 这就是解释了 为什么这些人读完神学出来 都不愿意做神的工人了 所以今天神学院在做什么 很多时候 但是也有另外一个观点 说不可能 基督徒如果重生得救 他是不可能什么 被邪灵负责 因为在你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 在你里面有圣灵 怎么可能被邪灵搅扰呢 为了这个问题 我专门跟几个有灵恩背景的神学家 聊一聊 有一位弟兄 这个是我的师兄 他台湾的一个很知名的神学家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来说 他说完全可能 他说你是基督徒 还是可能被邪灵搅扰 但是你不会被邪灵负 因为什么 因为台北还没被打下来 屏东被打下来 没事 那就好比说中日战争 抗战的时候 东北被打掉了 没事 中国还是中国 那个北平被打下来 没事 中国什么南京还在 但是南京被打下来 事情就很大 所以必须要先迁度 因为如果不迁到重庆去 南京被打下来 中国就亡国了 所以那个时候守住重庆很重要 所以他就说 这就是什么 就是邪灵可以攻击你 但是只要你在心中 认耶稣基督做主 做王 他居守卫掌王权 你的首都还在 耶稣基督还在 所以他是这样解释的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理由的 所以我个人比较倾向于 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他不会完全被鬼附 但是他会被邪灵搅扰 借邪灵搅扰 那我今天我们为什么 突然一开场就讲 跟我们平常风格不太一样 我们前几次 我们一直是用大段的 philosophical的discussion 比较 比较sophisticated的这个思考 来讲论开始的 今天为什么 我有点神叨叨啊 因为今天的讲道题目 跟讲道的经文 跟这个比较有关系 跟那个属灵征战有关系 跟属灵权柄有关系 跟神权神能有关系 跟耶稣赶鬼有关系 所以但是圣经当中 你会看到 也让我们看到 的确基督徒碰到 属灵征战的问题 我昨天晚上就没睡好 真的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这个让我做梦 做到我们刘牧师 做到刘牧师 就是我们就发现 就是说 我们要一起推动青少年事工 怎么阻拦那么大 阻拦那么大 好像有一种 抵抗上帝的 要把青少年 裸去的那个势力在里面 然后我就在梦里面 一直祷告 我说刘牧师 你家庭干了 你干嘛不干了 就作答 为什么 属灵征战 属灵征战 这个东西是存在的 所以今天要讲属灵征战 马上就有属灵征战 在梦里面 所以我半夜四点钟醒一趟 看看没有打赢 继续睡 再祷告 五点钟醒一趟 一醒过来还没打赢 继续梦里面继续祷告 六点钟醒过来 打赢了 一起来了 真的我告诉你 这场跟上一场不太一样讲的 你们看上一场的内容 可以发现有点不一样 所以圣经里面讲什么 圣经彼得前书五章说 勿要紧守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他讲的是什么 所有的人 包括什么 基督徒 基督徒你们也勿要警醒 因为什么 我们的仇敌魔鬼 他遍地横行 要寻找可吞吃的人 然后在腓立比书六章 你们勿要穿戴神所吃的全副军章 就当抵挡魔鬼的轨迹 因为你们不是于血血气的征战 乃是循那些执政掌权的 幽暗世界的征战 所以什么 四点钟醒一场没打赢 这句水 继续祷告 再醒一场 还没打赢 要不断地打仗的 我告诉你 我就看过一个老牧师 现在是半夜 每天是五点钟起来祷告的 我当时跟着他 他是摇的凳子 你知道韩国人怎么祷告的吗 韩国人这样祷告的 有道理的 因为希伯来人是这样祷告的 他就拿一个凳子 起来看看 好像还没打赢 继续祷告 要不断地祷告征战 然后铁撒罗基加 后述三章三节 但祖师信使的 要兼顾你们 保护你们脱灵的恶者 即使有属灵的征战 即使魔鬼把屏东打下来了 把台中打下来 台北还在 没事 继续打 继续征战 对不对 然后雅各书四章七节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 勿要抵挡魔鬼 魔鬼救什么 离开你们逃跑 所以你们什么 要依靠神 所以在打仗的时候 在属灵征战的时候 你要依靠神 因为神在 你就能打赢 神不在了 你就打不赢的了 如果连什么 连北京都没有了 如果连首都都没有了 我们打不赢的 对不对 所以约翰一书 三章八节说 犯罪的死属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但是上帝的儿子 显出来的时候 勿要灭出魔鬼的作为 魔鬼 上帝的儿子彰显出来 今天我们就会讲到 上帝的儿子的 他的神权神圣 彰显出来的时候 他就打败了魔鬼 对不对 以后说四章二十七节 不可寒入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所以跟你老婆吵架 千万不要吵过夜 因为什么 否则你就给魔鬼留地步 留地步很可怕的 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 至平安的神 快要将撒旦 踩在你们脚下 很有意思 保罗讲话 他说快要 快要 就是什么 还没有完全 所以魔鬼的势力 有的时候还在 快要打赢了 但是还没有完全打赢 所以魔鬼的势力 随时要反顾过来 那好 今天我们主要讲的经文是 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我们第一个看到什么 有个神圣的时间 神圣的时间 因为什么 在这里说 安息日 到了加板农 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 教训人 安息日 安息日是什么日子 是我们休息的日子 不单单是我们休息的日子 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在这一天 我们是跟我们的上帝建立关系的日子 是在这一天 我们亲近我们的神的日子 在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到 因为在开始的时候 他记述到 是纪念上帝的创造之功 安息日 天地万物都造起了 到第七日上帝他修了他的功 并且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 因为在这日 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 就安息了 就是我们做人要休息 因为神到了礼拜 这个我看看是礼拜几 到了礼拜六 他也什么 休息了 我们的最后一天是礼拜天 对不对 希伯来人是礼拜六 因为什么 礼拜天是第一天 一二三四五六 到了第六天 做完了 礼拜五做完所有的功 所以礼拜六 礼拜五的落日 到礼拜六的落日 这一段时间被称为什么 是安息日 有安息日了 然后出埃及记 他也透露了 让我们看了 当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 因为在整个的 整个的这个十节当中 第一节到第四节 就讲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第四节就让我们看到什么 当守安息日 为什么 守安息日 很重要的一个是 为了跟你跟上帝建立关系 今天很多时候很遗憾 我们 我也必须承认 我也有这个问题 我没有时间休息 我们每天都在工作 我们很多时候 把我们该休息的日子 放在工作当中 因为什么 我们发现 可能多做一点工 可以什么 多挣点钱 或多挣点工 可以多产出一些东西 多做一点工 可能多有效率 其实不一定 上帝在这个里面设立一个律 是我们很难明白的 就这个律就是 当你在把属于上帝的这个时间 把它空出来 归给上帝 那么我告诉你 你所得到的reward 可能比你在那天做工的更多 因为那天他本来应该休息 他本来应该亲近上帝 生命纪 纪念 不要忘记你在埃及过地做过奴隶 耶和华 你的上帝用强健的手 伸出绑壁 把你从那地领出来 所以耶和华 你的上帝吩咐你要守安息日 最后到了新天新地 我们也会守安息日 这以赛亚66章所说的 安息日什么 与主亲近的日子 安息日是休息并维复 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也当安息在主里面 所以安息日 首先是安静敬拜的日子 因为六天多做工了 到第七天 难道我们不当休息吗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就当彼此在一起聚会 来亲近主 而且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安息日 只是礼拜天来崇拜一下 两个小时之后 我就做whatever I want 不一定 不一定 我们可能更多的应当是什么 在这一天当中 做的事情跟平常的六天 是不一样的 这一天可能是你 亲近上帝的日子 所以你当敬拜神 你也当言读圣言 所以耶稣在那一天 他都要进会堂 他都要读圣经 他都要读以赛亚的书 路加福音十六到十七节 对不对 而且这一天 也应当是我们祷告的日子 这一天更当是我们 奉献礼物的日子 今天我碰到那个小朋友 这么小的小朋友 我常常叫他居无霸 这小朋友 他爸爸告诉我 他早晨做了什么 去什么 收了奉献 他从爸爸妈妈那里 收了奉献来 对不对 所以礼拜天要来奉献 对不对 所以安息日是什么 是奉献的日子 也是奉献 献上积物的日子 感谢上帝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看 现代的科学研究 你会发现 Cornel大学有个研究 在这几年的 就美国有六个东西 是压 是这个六样东西 是就是死亡率最高的 首先是心脏病 第二死亡率高的是癌症 第三是肺病 第四是意外事故 第五是肝硬化 最后一样是自杀 这六样东西 都是跟压力有关 你看这六样东西 都为什么会自杀 压力啊 为什么会得肝硬化 你肝不能够在什么 支撑你身体的负荷了 为什么会有精神病啊 在中国呢 这个数字有点不一样 第一是心脏病 心血管疾病 死亡率最高 第二 中国是自杀 自杀率 为什么 压力大 压力大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平时安静下来呢 求上帝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力量 帮助我们 可以什么 重新得力 能够在休息当中 那我也有这个问题 我已经讲了 很多时候平时缺少休息 然后呢 我再坚守一堂 就是下个礼拜天还是我讲 讲了呢 我就讲完十堂了 十堂呢 我休息一下 所以大年初二 我不在这里讲道 我在一个 另外一个地方讲道 我不告诉你们在哪里 但是在不在自己教会讲道 没有压力的 你知道吗 没有压力的 没有 完全没有压力 因为我讲完我就走啊 他们骂我我也听不见嘛 你们骂我 我听见的 对不对 所以没有压力 然后我连续不断的讲嘛 对不对 所以一年我在自己教会 要讲四五十堂 是蛮辛苦的一个事情 所以也求主给我力量 第二 除了神圣的时间 这段经文我们还看到一个神圣空间 因为到了加坂农 耶稣安息日 就进了会堂教训人 会堂是哪里啊 Synagogue Synagogue 是什么 是犹太人敬拜上帝的地方 因为在最早的时候 是没有会堂的 会堂是在差不多 按照传统 是以斯拉建立的 记不记得 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 以斯拉记 以斯拉记 以斯拉是一个文士 是犹太人历史上 第一个文士 为什么会建立会堂呢 因为他们被捕巴比伦了 被捕巴比伦 巴比伦公元前586年 打到耶路撒冷把圣殿 第一圣殿毁掉了 所罗门造的那个最伟大的圣殿 毁掉了之后 犹太人就失去了上帝同在 因为会堂是什么 会堂的意思是上帝的同在 因为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 最早是有会堂 Tabernacle 第二个才有什么Holy Temple 最后是到了这个Synagogue 对不对 Tabernacle的时候 他们在行军的路上 是一个移动的藏幕 上帝一直与他们同在 对不对 出埃及的时候开始的 然后呢 到了耶路撒冷 在西安山上 犹太人建立了圣殿 圣殿的标志是表示 上帝与以色列百姓同在 但是以色列拜偶像 离开了上帝 上帝咒诅他们 惩罚他们 让他们流散在万国 结果圣殿被毁掉 圣殿被毁掉 表示以色列百姓 失去上帝同在了 我不跟你们在一起了 神说我不跟你们玩了 我不要你们 你们拜偶像 你们拜巴黎 你们拜各样的邪神 我帮你拜拜了 所以圣殿毁掉之后 当然犹太人就悔改了 在巴比伦 犹太人悔改的时候 他们每十个家庭 每十个家庭 有十个男人 每天三次 就聚在一起祷告 一祷告的时候 他们突然发现 原来上帝 还是跟我们同在 虽然圣殿没有了 但是上帝 还跟我们同在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就在巴比伦 建立了Synagogue Synagogue就是会堂 会堂的意思 就是聚集 聚会的意思 就聚在一起的时候 所以你不要一个人 在电视机前 听崇拜 这不符合圣经的 不可停止聚会 是指我们要有一群人 聚在一起 你哪怕三个家庭 五个家庭 可以 可以 因为圣经里面 让我们看到 Synagogue就是这样建立的 有十个家庭聚在一起 就建立了会堂 这是圣经里面 让我们看到 教会的起初的原型 然后聚在一起 祷告的时候 上帝与他们同在 感动他们 他们就一起开始 敬拜神了 所以会堂制度就产生了 然后到了新约的时候 当耶稣来的时候 耶稣以他身体为殿 耶稣说 我就是圣殿 所以当我们有了耶稣 基督同在 因为我们同在 我们同在的时候 什么 我们就有上帝的同在 所以在这个里面 有几段经文 很重要的经文 让我们看到 如果你看那个 格林多前书三章 那个约翰福音 两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耶稣回答说 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日内要建起来 犹太人便说 这殿是四十六年 才建成的 你三日就再建起来吗 耶稣这话 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耶稣这话 是以他身体为殿 耶稣自己的身体 就是圣殿 所以你们有了耶稣 就是 那我说 我一个人有了耶稣 就够了吗 不行 为什么 你神经一句在哪里 继续看下去 下面一段 格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 你们是神的殿吗 他没有说你一个 单数 他说你们 然后呢 神的灵不住在你们里头吗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 神必要毁坏那人 因为神的殿是 神的殿 这殿就是你们 你们聚在一起 就是神的殿 所以就看到 从Tabernacle会堂 会墓 到圣殿 再到什么 Synagok会堂 再到耶稣基督 到我们教会 神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聚在一起 所以聚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个神圣的空间 这个神圣的空间 就是上帝 他与我们同在的标志 在教会的传统当中 教会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教会 我们称为叫Bible Church 圣经教会 讲台在中间 所以圣经在中间 什么 这一类的教会 是以传讲上帝话语为中心的 所以整个教堂的设计 他以圣经上帝的话语为中心的 这叫Bible Church 第二种教会 叫Sacramental Church 是什么 叫圣礼教会 什么意思 中间放的是祭坛 是圣餐桌 看看天主教的 看看路德中 看看圣公会 这些主流教会 圣中间是放着什么 圣餐桌的 是圣礼教会 第一种教会 是以听为主导的 听为主导 第二种教会 是以看 看为主导 为什么 因为圣餐是看得见的上帝的道 圣餐 看得见 剥饼的时候 领受的时候 倒酒的时候 喝的时候 都是看得见的 第三种教会 也没有圣餐桌 也没有圣 讲台 有什么 有舞台 有灵恩教会 要有空间 让你们可以倒下来 没说错吧 让你们敬拜 可以放开一点 就灵恩教会 这三种教会的设计 各有一样 那我 我现在手上有这么厚的一本 全世界最美丽的教堂的图片都在里面 我正在看 其中有好多是我去过的 其中一个是 今年我从温高华回来 经过韩国 停了三十多个小时 去了三个教会 其中一家叫爱的教会 在它的市中心 这个教会是非常非常大的 它的主堂七千六百个位置 在地底下 地底下四层 挖了四层 因为上面太大了 所以就挖到下面 但它整个的设计是非常有神学的 中间是十字架 一个钟楼 然后两边是两状楼 玻璃的楼 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为什么 就耶稣用它的爱 来环抱着这个世界 所以是 它的名字叫爱的教会 非常震撼 非常震撼 前面有一个大的圣探树 圣探树上有好多的星星 每一个星星上面是 他们宣教士去传福音的地方 所以就有一个星星 所以教堂的设计 是有它自己非常重要的 神学的思想在里面的 所以我们 我们也一直希望在北京 有我们自己的教会 没想到 我们的愿望 很多时候 好像老妈妈也在摇头 我们也很感慨 我们不要说万人教堂了 我们的千人教堂 都被赶出来了 对不对 但是您不要忘记 有主同在就是教会 对不对 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 就是神的家 是不是 有主的灵在我们当中 那就够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希望 当然 希望将来某一天 我们在我们的心脏 我们在北京 有我们的教会等等 但是我们也求神带领 第三个 第三个 在这里面 除了有神圣的时间 神圣的空间 还有神圣的言说 就是教训 到了加百农 耶稣就在安息日经的会堂 教训人 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 因为他的教训正向有权柄的 不像文士 在这里面把文士跟耶稣基督在做对比 你发现没有 是把文士跟耶稣基督做对比 文士是什么人 文士就是解释圣经的人 抄写圣经解释圣经的人 但是他们不是传递上帝信息的人 但是在这里面 耶稣是谁啊 耶稣是个messenger 耶稣是个传递信息的人 所以当耶稣讲话的时候 他跟文士跟拉比讲的是不一样的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能够听到很多圣经的话 但是我们没有听到上帝的信息 你发现没有 今天 所以如果礼拜天你来到教会聚会 你来到这里做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是我们读一段圣经 不是不是不是 因为圣经我们每个人都能读 我们在任何场合都能读 每个人打开圣经都有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在这个礼拜天 你是否得到上帝要传给你的message 这个message是什么 这个message是需要耶稣基督 他来传递给你的这个道 这个道就是称为messenger 所以这些人 他们一听到耶稣讲道 哇就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发现他不像普通的人 他是有权柄的 当耶稣讲话的时候 他的话是带着什么 energy 他是有energy的 他的话是带着权柄的 authority的 他的话是带着什么 力量的能量的 这个时候呢 就让我想起 我们今天读的第一段的这个 这个平行经文 生命纪十八章十五节到二十节 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们兴起一个先知像我 你们要听从他 这句话就叫什么 你不要忘记在会堂里面是谁啊 所有在会堂里的人都是犹太人 而且都是男人 而且都是什么 女人当时不可以进会堂的 只有男人可以进会堂 然后然后还是什么 还是那些读过圣经 受过圣经 古代西伯来的文化教育的男人 因为他们生出来到六岁 都是由他们的父亲在家里面 教他们圣经的 所以犹太人十字怎么来的 打开圣经啊 打开圣经西伯来文读啊 就是就就就就有就有了 所以当他们一听到耶稣讲道 他们就很惊奇的打开眼睛说 这个人是谁啊 他怎么讲的话 跟我们的拉比讲的不一样 跟我们的文士讲的不一样啊 他们就很惊奇 因为这个人是带着权柄的 因为什么 因为耶稣他自己是什么 有权柄的 耶稣他自己讲话是有能力的 耶稣是带着上帝的信息来的 所以他们一定会想起 生命纪十八章 当时摩西在快死的 这段经文是在摩西快死的时候 摩西就告诉以色列百姓 虽然我要走了 没关系 但是你们中间将来 要兴起一个人像我 这个人首先指的是约苏亚 就他的继承人 但是更是一个预表 预表了在若干年几千年 一千多年两千年后 有一个弥赛亚 上帝的弥赛亚 那个救主要起来 当他出现的时候 当他跟你们讲话的时候 你们一听就知道 哇这个人来了 那个人来的 那个人就什么 就基督他来了 他来了 所以他说 我必在你们 他们弟兄中间 给你们兴起一个先知 像你 我要将上帝跟摩西说 你走了没关系的 你死了根本没事 为什么 因为将来有一个人要来 他要取代你 而他讲话的时候 人家就觉得 那个人好像你一样 而且我要把我当讲的话 传给他 他要将我一切的吩咐 都传给你们 他就是指基督 基督来的时候 就是会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就听到 哇原来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看一个图表 我们把那个图表拿出来 在这段 这个图表当中 你就可以看到 我这个三角画的不是最好了 因为我也考虑 请李老师帮我画了 后来 这个因为正三角 如果圣父在上面的话 东正教的传统 三位一体 圣父 产生圣子跟圣灵 当然是道过来的话 如果上面是圣父圣子 下面是圣灵的话 就是西方教会 拉丁教会 就是天主教会传统 所以圣父跟圣子 共同产生 带出圣灵来 那我现在主要是 讲的是圣子 圣子就是基督 就是耶稣 也就是我们说的道 他也是言 他也是说言书 上帝是透过上帝的道 来创造宇宙万物 让我们进入时空了 进入时空之后 上帝就借着先知来说话 然后又基督自己道成肉身 然后又借着基督的自己 来宣讲这个道 并且让基督的门徒 来宣讲基督这个道 而之后就形成了圣经 把前面这些加在一起 就是成文的道 就是圣经 而今天我们在讲道呢 就是讲基督 道成肉身 讲基督宣讲的道 也讲使徒 历代历世的圣徒 所宣讲的道 也讲圣经成文的道 这就是言说 这就是神圣的言说 这就是我们上一次 也特别有提到的 那好 那今天的重点是什么呢 今天的重点是第四点 第四点 通常我只讲三点 三点而且是病重的 今天前面三点 一个忽略没关系 第四点一定要 就神圣事件的发生 在这时候呢 这个时候会堂里 有一个人出来了 这个人是被误鬼负责 砍叫了说 拿上了人耶稣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来灭我们吧 哇 他们是原来是一群啊 在圣殿 在那个会堂里面 居然有一帮人 不是一帮鬼啊 有没有看过耶稣赶鬼叫群 那个鬼叫你跟我 与你什么关 你这个群啊 他是一群啊 一大群的 所以这里是个附属 他说我们啊 我知道你是谁 乃是神的圣者 哇 这个巫鬼不单单什么 来到会堂 他还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他说你是什么 你是神的圣者 耶稣责备他说 不要做生 哎呀很有意思 不要做生 这个词中文翻得太文雅了 其实应该严格的翻译 应该是闭嘴 就是闭上你的臭嘴 耶稣说你这个鬼 你闭上你的臭嘴 就这个意思啊 然后呢就跟他说啊 那个巫鬼就叫 那人抽了一阵风 哇很有意思啊 大叫 大声喊叫就出去了 就从人身上离开了 众人都惊讶 以至彼此对问说 这是什么事啊 是什么新道理啊 他用权柄吩咐乌鬼 连乌鬼也听从他 耶稣名声从此就展开了 在这段经文当中 你就看到 赶鬼带出的权柄的文字 这是整个福音书当中 记载的第一次耶稣赶鬼 第一次耶稣赶鬼的事情 然后呢你会看到 在这个会堂里面 有一个人是被乌鬼附的 我当时就问 Come on 怎么在教堂里面 会有误鬼啊 你知道吗 我查了所有的 我能够读懂的文字里面的 讲到关于这段的 没有一个讲到是关注 都忽略了一点 就是这个会堂里面有误鬼 你不要忘记 以色列的传统 在被掳巴比伦之后 他们就不再被拜邪神了 他们已经没有误鬼这个事情 所以误鬼对他们 是很陌生的事情 就像今天我们改革开放 40年了 我们这个跟着共产党走 从1949年就以来就除事旧了 我们今天很少看到魔鬼的样子了 今天我们很少看到鬼魔鬼怪的事情 但是你到中国农村去看看 你到台湾的乡下去看看 你到香港 有个地方还叫黄大仙 你去那里去看看 你看那种庙宇 那种香很丰盛的地方 你去看看很有意思的事情啊 然后呢 在这里面你知道整个背景是这样 就在安息日 在会堂行动 耶稣有一个行动 就是在讲神的话的时候 居然什么 产生了冲突 这个冲突是什么 是主耶稣跟什么 那个被邪灵负责的人 居然有什么激烈的冲突 而这个冲突发生之后 结果是什么呢 26节 邪灵被赶出去了 众人就惊讶了 然后耶稣的名声就大震 那么我告诉你 在这里面 给我看到一个什么 耶稣讲道的结果 不是带来什么和谐社会啊 是带来了真冲突啊 因为那个鬼就忍不住了 去爆出来了 我刚刚就讲了 为什么在会堂里面会有邪灵 在会堂里面有污鬼 这是我很一直没有想通的事情 这就回到我刚刚引言的时候 基督徒会不会被鬼附的问题 在犹太的传统当中 他们的你知道 那个守会堂的人 这帮人都是火眼金睛的 你们进门的时候 都要出示你们的passport 对不对 我们是凭passport进啊 我以后在想 那个我们的弟兄啊 我们搞IT的 我们要在门口 要不要装一个什么 就是人走过的时候 看圣灵是不是70%以上 才可以进啊 剩下30%的邪灵 还能压制他让他进 但是哇一个人进来 不不不红的就响了 原来70%的邪灵就不让他进啊 我告诉你实际现实生活就是这样 今天很多时候 当我们在物质层面 我们是有保护的 我们这个物质界 我今天就上一堂讲的太 前面讲的太多了 所以后面没办法展开 所以今天我特别溜出20分钟 讲最后的部分 这因为最后部分最重要 因为有吗 因为我们在经过这个安全门的时候啊 我们才会真正知道 我们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一般看不出的 今天有一个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说通常人 是不会被灵界攻占的 为什么 因为人有物质界的保护 我们人有人体的这个物质界 但是你要非常小心 因为什么 如果你通灵 你把你的灵道打开 用我这个词 这个词不是圣经名词 叫灵道 叫Spiritual Channel 你把你的灵道打开 比如我举个例子 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还常常拜拜鬼神 要什么 打打坐 你也小心哦 你要小心哦 特别是我 我要讲到关于那个瑜伽的这个事情 我也提一下瑜伽的事情 在瑜伽的这个练习当中 瑜伽里面是印度教的这东西 你知道吗 有一个瑜伽 你在练习的时候 你要呼唤一个神明 进到你里面的 你要很小心哦 你要很小心 因为这是你把你的灵道打开哦 你像灵界 你打开你的物质界 那么灵界有善良的天使 有邪恶的天使 邪恶天使就是Devil嘛 就是鬼魔嘛 最大那个鬼魔就叫撒旦嘛 对不对 他是容易进来搅扰你的 那怎么办呢 那么你练瑜伽的人怎么办呢 我觉得瑜伽作为体运动是很好的 那呼唤一个神明进来 那你只能够呼唤圣灵进来 你呼唤耶稣基督进来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在这里面 你就看到 为什么这个犹太会堂 那个犹太男人 他读读圣经 他读读律法 他居然被鬼附了 而当耶稣讲神的道的时候 那个鬼就跳出来了 给我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一个思考 你知道吗 你要在这里面 虽然犹太人已经摒弃了 那个邪灵的崇拜 或者是偶像的崇拜 在第二圣殿期 但是误鬼 他还是不放弃 他还继续在这个群体当中 有很大的工作 就像今天我们信了耶稣 今天我们虽然信了耶稣 但是你不要忘记 各种各样的邪灵的势力 都可能在我们中间 譬如我举个例子来说 有很多世界的力量 它背后是一个魔鬼的势力 它要影响你不去信靠耶稣 今天譬如说 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辛苦 很辛苦 很忙 一年工作下来 瘦掉五公斤 但是你要很小心 因为他有可能让你忙了 你礼拜天不能敬拜 不能聚会 你忙着你的工作的时候 你连你的家庭都顾不上 连你的身体都顾不上 更不要说顾你的牧师跟教会了 对不对 那个时候就可能出问题 你的身体 你的灵性都会出问题 这个背后实际上 有个邪恶的势力在引导的你 所以更严重的是什么 有的时候有一些 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认为不存在的东西 但实际上是存在的邪恶的势力 我上一堂我又讲到 我认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位台湾的神学家 他很有意思 因为他有灵恩的背景 所以他又是个系统神学家 他说找他的人都不是对他的系统神学有兴趣 是对他感鬼有兴趣 那有一次呢 有一次呢 就是说一对夫妇要结婚了 就约他 因为他是在那个 他要在这个夫妇的这个婚礼上讲道 所以他们 因为这个夫妇要去结婚的时候呢 突然在这个夫 两个人都是神学生 都去一个很著名的教会去做实习生 那实习生呢 实习的差不多完的时候呢 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呢 就决定不留他们 就做完实习生之后不留他们 然后呢甚至不替他组婚 哎呀这个事情有点怪啊 后来后来后来就发现 就发现这个弟兄啊 他身上常常有鬼妇的现象 哇 那么就很有兴趣 什么是鬼妇的现象啊 所以呢那天呢 他们两夫妻就去 魏丰夫妇啊 就去找我的师兄去说 想请他给他辅导 他们因为呢 主任牧师已经不替他证婚了 但是这个牧师呢 是替他讲道的 他希望他可以继续听他讲道 所以那么说 那个我的师兄就说 好你们来跟我聊一聊 结果一到他的办公室的第一句话 那个我的师兄就问他 你们还想结婚吗 哇 这个 这个因为他们没有知道 我的师兄并不知道 他们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他就跟我说 那天早晨 一见到他们的第一个感觉啊 就是他们不想结婚了 就是很强的一个 然后他就问那个姊妹跟弟兄 他说你们还要结婚吗 这个弟兄就惊讶了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们刚刚来的路上 就在为这个事情争吵呢 我们是不想结婚了 为什么不想结婚呢 因为那个女的就说 因为这个男的 虽然是牧师的儿子 虽然是个神学生 将来还要去住牧师 虽然还是这个服侍神的 但是他身上常常会显示出 有鬼妇的现象 什么鬼妇现象呢 其中一个 他那个男的常常会吼叫 吼叫 像狮子一样吼叫 你不要笑 你明明林恩派就知道 林恩派的人有一段时间 现在已经过时了 林恩派常常会有一些 对不起啊 我没有任何批评林恩派的意思 我也是林恩派好不好 OK 那个我没有 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我跟你讲这事实 1995年我在芬兰的时候 就听到林恩派的人 要带大家学狮子吼叫 这个风气从 从托伦塔 从美国传到欧洲 传到欧洲 后来又传到亚洲 传到新加坡 后来又传到台湾 你懂我意思吗 最后他传到中国大陆农村 现在还有 在中国大陆还有 那个弟兄 他在新加坡学了 那头东西之后 常常就在海边 学狮子叫 然后那个姊妹就说了 他说我跟他在一起 久了我就发现他有怪怪的 好比说后来就知道 为什么这个主任牧师不留他 上班的时候常常打瞌睡 很怪的一种现象等等等等 那么好 那我的是个师兄 他也有林恩派的背景 我告诉你林恩派不都是错的 你不要意料 就像福音派不都是正确的一样 林恩派有很多好的地方要学习的 那么他们对林很敏感 那我的师兄就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里面的那个出来 彰显出来让我看 然后那个男的就开始吼 吼到一个程度 他们在神学院的办公室 那个我的师兄就怕 把窗户跟门马上关起来 因为人家里面有狮子来了 你懂我意思吗 那在吓死人的事情 后来 后来就问怎么会有 你身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的 后来就替他分析 替他一起祷告一起呢 哈利亚发现原来他很小 虽然出生在教会的家庭 他从小染上一个非常不好的病 什么病啊 喜欢看黄色录像带 染上这个毒影啊 这是一种毒影啊 我告诉你这是一种病啊 就像吸毒一样是一种病啊 而且你要小心这个东西 这个病后面有魔鬼啊 就像你吸毒也是一种病 对不对 然后背后是一个是个魔鬼啊 他要把你的灵性吸干掉 把你整个人搞垮掉 把你的灵性彻底要打掉 所以这个这个弟兄 他后来就认罪 他认罪 我感谢上帝 现在那个这对夫妇 很很幸福的结婚了后来 信了主 不单单信了主了 我说是后来他们也在 也有通过很多的牧师帮助他 不断的一遍遍的替他祷告 奉耶稣基督把里面的东西清理干净 后来他们去到国外 我因为这个世界太小 所以我不可以提 他们是哪个神宣遍的 都有都知道 也不可以告诉你们 去了哪个国家做宣教士 他们现在对夫妇 现在在一个地方做宣教士 感谢上帝 所以我告诉你 这个属灵征战是真实的 还想不想听 还想听啊 我们对怪力乱神的东西 永远比对耶稣有兴趣 我告诉你 但是我要讲这些 亲爱弟兄姐妹 我不是 那个姊妹就 他就没有兴趣 他 对不对 开玩笑 就是说 我讲这些 不是要讲怪力乱神 我想让你知道 属灵征战是真实存在的 而这些东西背后的 魔鬼的势力 是如此之猖獗 这个世界是如此之可怕 但是你不要忘记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盼望 所以后来 你知道 现在就是说 有很多的情况下 那个灵派的弟兄姐妹 后来就也发现一个问题 有很多人被鬼附 是在灵派的特会里面 在灵恩聚会里面被鬼附 你不觉得奇怪吗 不奇怪 犹太 那个犹太人是在什么 是在会堂里面被鬼附的 今天这个灵派的人 在这个灵恩特会里面被鬼附 这个犹太 这个犹太的会堂里面 是在讲耶稣的话 灵派里面是 要追求圣灵充满 好像都是什么 有关系的 好像都是圣洁的地方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 为不鬼附呢 那我的师兄就跟我讲 第二个例子 他的学生 也是他的学生 这个学生呢 从小是过去给猪八戒 都做干儿子的 不一定猪八戒了 反正我忘记 他跟我说 孙悟空也有可能 反正不是玉皇大帝 就是反正那个 就大闹天宫里面的人物 你如果在 在有些民间宗教背景下面 你就知道在台湾 这东西是很 很普遍的 我告诉你 王母娘娘的什么干孙子 有人要把他的儿子 做给我做干孙子 我有点怕 真的有点怕 这个是 反正是猪八戒 还是孙悟空 我们就不管了 这个弟兄呢 他后来信了耶稣 他就跟他的 跟那个 他的牧师 我的师兄说 他说 我从小就有阴阳眼的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我可以看见灵界的事情 也能够看见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都是物质界的 但是他说 我有另外一个眼睛 能够看到 这个世界背后的 一个invisible world 这个世界看不见的 你们看不见 但是我从小看见 我告诉你 有一些 我们就说宗教情节 特别丰富的人 或者是从小有这种 非常那个拜鬼神的 这种经验的人 他们是有这种能力的 你不能否认这个东西啊 他说 我从小在家里 拜那个祭祖的时候啊 我就看到我的牌位上 那个我的祖先的牌位上 那些小鬼神啊 站在上面吐口水 对着这个 对着这个猪头 对着这个什么香肠 对着什么水果吐口水 我后来想想 被他这么说过以后 我再也不敢吃这些东西了 你懂我意思吗 后来 后来他就去了一个 他信了主 信了主之后 他后来在一次 这个灵恩的聚会当中 他得着一个被魔鬼 攻击的一个 一个缺口 所以亲爱的兄弟们 我在这里要讲什么 不要以为就是说 就是好像属神的地方 就就就就完全OK 不是的 不是的 魔鬼他随时都在 在就像圣经里面说 要要吞吃那些什么 可吞吃的人 所以圣灵充满了大会 一个是犹太 犹太会堂的聚会 圣灵的同在 一个是误鬼的出现 一个是犹太人 虽然已经不再拜偶像了 基督徒应该不会再 被魔鬼了嘛 但是被鬼附的人 他怎么可能进到里面 所以我刚刚在门口 说冯丁 你怎么守门的 你说这些人跑进来了 没有啊 我没这个意思啊 开玩笑了 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里面不干净的时候 就给魔鬼留地步 我们里面有一些软弱 有一些污秽的时候 魔鬼就借着这个地方 成为一个破口进来 我们过去小时候很怕什么 伤口 我们破伤风 小时候你知道 我有一次顽皮 小时候特别顽皮 你知道 妈妈叫我什么都不许动 我就要动 他不动 他不许我动 我就要玩 结果我手弄伤了 马上要去打一个破伤风症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口子裂了之后 这个细菌就从那里进去 细菌进去之后 就可能你整个人就废掉 所以今天是同样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 我们在中国的北京 上海这些大城市当中 可能很少见这些现象 但是这些事情并不表示不存在 所以这也就是让我们看到 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之前我所说的那个拜偶像 或者是记住的问题 记住到底可不可以记得问 我过去的观点 一直以来认为没有所谓的 你当他是一个尊敬 你就做好了 但是你要很小心 如果这个背后 真的就是有一个invisible world 一个看不见的世界 的一些看不见的一个属灵力量 或者一些evil spirit 这种邪恶的灵体在的话 你要很小心 你要很小心 所以我就讲到了第二段 我们重要的平行经文 就是在哥林多前书 八章十一到十三节 论到借偶像之物 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 只是知识教人之高之大 唯有爱心人造就人 然后在这里面 整个的这一段 保罗就是说什么 就是当时哥林多的教会 哥林多的教会 是一个外邦背景的教会 当时哥林多人 所有的人 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前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宗教的背景 就是希腊文化中的邪神的敬拜 那个邪神的敬拜是什么呢 他们在跑到庙里面去吃肉 吃肉 是他们敬拜他们鬼神的一种方式 因为在古代有一些 那个异教里面 吃东西是跟敬拜鬼神有关系的 所以他们 很多人因为经济条件有问题 他们唯一得到肉的途径 就是在这个庙里面 所以他们很多人 因为经济原因 跑到庙里面去吃 然后也参与拜鬼神了 但这些人后来成了基督徒 但成了基督徒之后问题就来了 他们还可不可以去拜 还可不可以去吃肉 因为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在庙里面 吃不下的 吃不完的肉 就流入市场了 所以很多人得到肉的第二个途径 就是在那个市场上 吃那些祭拜过鬼神的这个肉 所以保罗认为没有问题 保罗说这个东西 因为肉也好 什么也好 偶像都不存在的 真正存在只有上帝 这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所以你吃 它根本不算什么 偶像根本不是什么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因为如果在教会里面 那个弟兄 他本来是什么 祭拜过偶像背景的 他现在不再祭拜偶像了 所以他对肉有看法 他对肉有看法 他认为这个肉是祭拜过邪灵的 所以不可以随便吃的 所以你跑到教会里面去大吃大喝 吃肉喝酒 哇吃了一大堆 他就会良心就什么 就受亏损了 他就软弱 他觉得怎么你这个牧师 还在教会里面做拜偶像的事情 所以保罗说 如果这样的话 我宁愿什么 不吃肉 我宁愿不吃肉 所以亲爱的弟兄妹 这就让我们今天 关于祭拜祖先的问题也好 还是这些相关的问题 变成很复杂的 就像我们昨天在谈的一个问题 到底请神容易送神燃的问题 这个家里我已经不信 比如说我们一个弟兄 他说他有佛教背景 他家人也是有佛教背景 后来他信了耶稣 他不信 那个佛像怎么处理 这个偶像怎么处理的问题 那如果是我 因为我没有祭拜过偶像的背景 我就憨不让一脚踹走就好了 那奉耶稣的名赶他走 拜拜了 对不对 那不行的 不能乱来的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亲爱的 这些问题实在是什么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 还有一个涉及到问题 就是爱心的问题 所以保罗说什么 知识使人之高之大 从神学上来说 偶像真的不算什么 只有上帝才是真的 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忘记 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 我们涉及到肢体生活 如果我憨不让他 哗他一下子 然后又封耶稣的名赶他 那很多弟兄姐妹 有这个背景 就受看了之后 就受亏损了 你懂我意思吗 你信心就受亏损 所以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我们今天的焦点 我又过了时间了 这个东西 以后要专门 弄个专题来讲 对不起 真的真的很值得了 就说在庙里面 与不信的人有饭居 可以吗 是社交性的问题吗 不单单社交 还涉及到宗教性的问题 然后在市场上 买记过偶像的食物 可以吗 这好像是生活的问题 但也涉及到伦理的问题 也是神学的问题 然后犹太基督徒 他从来不拜偶像 也从来不吃偶像的 祭物的 至少在贝鲁巴伯伦 之后是这样了 对不对 他们不存在这问题 但是在外邦基督徒 他曾经拜过偶像 也吃过借偶像的肉 他在教会里面 或者在格林多 在保罗的聚会当中 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他情何以堪 所以这些问题 都是我们值得 需要思考的问题 但是在这里面 就让我们 今天的重点是什么 今天重点就是说 邪恋也好 偶像也好 都不算什么 重点是什么 神 祂是大有能力的 所以我们要依靠的 真正心里面 需要依靠的是上帝 所以最后 我还是没有办法讲 但是让我结论 我们要以上帝的 大能的作为 作为结论 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政治人大会中 并公会中 一心称谢耶和华 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 凡喜爱的 都必查考 他所行的是尊严和威荣 他的公义存到荣严 他行到其事使人纪念 然后你在这里 你要看到 他在这里说到一个 他向百姓 显出大能的作为 他向百姓 最大的大能是什么 施行拯救 不是怪力乱神 不是赶鬼 不是管鬼 不是医病 耶稣最大的作为是什么 施行拯救 让我们的灵魂 能够拯救啊 命定他的约 直到永远啊 他的名胜而可畏 进而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 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Amen Amen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一同站立 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应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与十字架 受死 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 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赴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 活人 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宫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Amen 感谢神 我没有见过吐口水 可是我见过神的荣耀 足够了 神的荣耀要在你身上 你就是祂的将写 让其他的人都看到神的伟大 看着只能把我存在 我信尼 我信尿 我信尿 我信射 我信尽 我信尾 我信尽 我信尽 你送尽 他信尽 一切可一秒打勾 看見心手 又聽到隆隆淚聲 你的大能 充滿了宇宙蹤 我領個殘 讚美 救助我生 你成為了 何等為了 我領個殘 讚美 救助我生 你成為了 何等為了 等我想到 神經願拆他兒子 掌勢奢命 我幾乎不靈回 住在世家 敢願被我的充當 流血奢身 會要赦免我醉 我領個殘 讚美 救助我生 你成為了 何等為了 我領個殘 讚美 救助我生 你成為了 何等為了 當主再來 一起來 是我們的神 我們一起來等待祂 我們一起來等待祂 天天的養當祂 你成為了 何等為了 你成為了 何等為了 你成為了 何等為了 我領個殘 讚美 救助我生 你成為了 何等為了 你成為了 何等為了 我領個殘 讚美 救助我生 你成為了 何等為了 我領個殘 讚美 救助我生 你成為了 何等為了 你成為了 何等為了 你成為了 是 sore 你成為了 何等為了 何等为他 我领歌唱 赞美救助我神 你成为的 何等为他 阿们 哈利路亚 掌声完全荣耀全给我们的神 大家请坐 请扫码奉献的弟兄姐妹们 如果您在奉献时发现网络不够畅通 大家可以先连接我们现场的无线网络 在扫码奉献 我们也鼓励您使用现金来奉献 感谢大家的配合 今天我们奉献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至二十一节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 地上有虫子咬能绣坏 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绣坏 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弟兄姐妹们 金钱可以是我们很好的仆人 但是也可以是很坏的主人 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来对待它 如何来使用它 如果我们把金钱当作终极的追求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时刻担心我们会失去它 或者担心我们的财富被贼惦记着 那这样活着一定是很痛苦的 我们中国古人也曾经感慨说 官大钱多心转忧 落得自家头百早 我们的主是喜悦我们藏宝在天上 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 我们的心也在那里 好我们来祷告 主爱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 都只在乎你 求主帮我们建立正确的财富观 不叫我们做金钱的奴隶 指望无定的钱财 求主让我们定睛仰望你的供应 凭信心把财富积攒在天上 求你来引导我们过知足 节制和平衡的生活 求主赐下跟我们的能力相称的奉献的信心 以来悦纳我们一切的奉献 叫神的家不至于缺乏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是比受更为有福 希望我们是更有福的那一位 能施予给有需要的人 祝福音乐 愿主的恩惠 慧慈爱 与你同在 愿主的灵 世事为了 恩施报 拧久 岑芹 老子 千 offended arch 都被推出 祝福音乐 聖兰 为人恩典将相提 赐福予祢 平安息了 天天充满祢 赐福予祢 赐福予祢 平安息了 天天充满祢 赐福予祢 赐福予祢 平安息了 天天充满祢 赐福予祢 赐福予祢 当我们接受这个祝福的时候 让我们再一次也是唱起来的时候 我们祝福我们身边的每一次 彼此 祝福 愿主的恩惠 慧慈爱 与祢同罪 愿主的灵 世事为荣 天天充满祢 赐福予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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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息了 天天充满祢 赐福予祢 赐福予祢 平安息了 天天充满祢 赐福予祢 赐福予祢 平安息了 天天充满祢 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主日崇拜即将结束 如果您有带祷的需要 可以在结束后来到我们舞台的 左侧的带祷角 会有带祷的同工来为您祷告 在这里我们也欢迎 大家请坐 也欢迎第一次来到IMAS主日崇拜的朋友们 请您站起来也让我们认识您一下 您不需要说什么 欢迎 欢迎 一次欢迎 永远欢迎 也请您在聚会结束后 可以到我们后面的信息台 您可以在那里更多的来了解我们 也给我们机会可以更多的认识您 同时我们也在这里欢迎 在线上第一次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盼望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可以尽快在线下相聚 来共同的敬拜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看那弟兄和睦共处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线下聚会可以更深的增进 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交通 彼此相爱 所以欢迎您来到线下聚会 无论是到我们的主会场 还是分堂或者分会场 那么下周2月4日是圣餐主日 也是教会年历的第10个主日 请继续由礼节日牧师为我们正道 并且主理圣餐 在线上崇拜的弟兄姐妹 请您提前预备好饼和杯 到时候跟我们一起来领寿 接下来请大家收看家事报告 弟兄姐妹们 2月11日的主日恰逢正月初二 线上线下的主日崇拜 仍将继续两场 分别是9点和11点 我们盼望与大家一起共度佳节 在神的话语中开启新的一年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弟兄姐妹们 IMS茶经祷告会在春节期间 2月7日 2月14日暂停两周 2月21日恢复 敬请关注 弟兄姐妹 邀请大家参加 每周三晚上7点到9点的 线下茶经祷告会 祷告会前面30分钟 将由牧者带领茶经或主题分享 接下来将以敬拜 认罪 感恩 代求和祈求的方式 带领弟兄姐妹祷告 IMS茶经祷告会 盼望让出带的弟兄姐妹更加注意 也更加认识神的国度 世界 IMS教会和各事工的需要 最后 最后也会以分组的形式 让弟兄姐妹能彼此代祷 彼此守望 如果大家有特别代祷的事项 也可以发到代祷邮箱 IMSPM at imscn.org 代祷同工除了会为您代祷 也会在祷告会中提出事项 和教会一起守望 茶经祷告会也会在Zoom平台上同步播出 请大家按链接上网参加 让我们都能成为教会复兴的推动者 以祷告拖住IMS往前行 接下来请礼杰仁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 好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 我昨天在一个聚会当中 我们一个弟兄跟我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 他说贫穷限制了我们对财富的想象力 实际上我们信仰的贫穷 也限制了我们对上帝的恩典的想象力 所以恩典的大能的想象力 所以今天我想通过这个聚会 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 我们更多一点认识上帝 对他的能力 对他的恩典 对他的丰富的想象力也更多一点 愿耶和华用他的脸光照你们 赐恩给你们 引导你们 祝福你们 从今时至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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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